大家好 下面是黄老师将军打算的关节 我是黄老师 举手 这动作是如果它摞紧下巴呀 或者是拍你肩膀呀 抓你一领啊 骑击胸啊 都可以用 这时候就可以两个手 呼口朝下把它扣起扣盖里面 然后退步之后转身把它拉到前面来 然后把它手肩转到朝开的方向 然后用腿下往下拉 把手肩转到朝开的方向 如果它过来搭到肩膀的时候 首先你要把你的肩膀放到它后面去 从后面绕出来 拉住它们下巴 一个手也行 两个手也行 然后把你另一侧脚放到它的后面 反持 背下巴 腰脚 然后就给它翻过 第三个如果后面可以抱住 你看它的手 它一个在里面 一个在外面 你选择外面这只手 你从它的 因为手腕一定会有空气的嘛 从手腕抓进去 抓进去的时候握紧 然后这个手从它的胳膊下面绕过来 抓住自己 扣成一个 这叫三角形嘛 然后你就往后转身 转身 哎呀 这个很简单 抓住 抓住自己的板 转身将往 手是一个往上的力量 腋下是一个往下压的力量 这等于说是把这个手肘的关节做一个杠杆 然后让它 呃 让它碰 就是这样 脚往上踢 手往后拉 做一个这样的动作 它就会 晒到 你就可以跑 你脚踏外面的一只手 然后用你的手握住它外面手的手腕 另外一只手呢 从它的胳膊下面穿过来 过来扣住自己的手腕 两个手不用动 你只要转身就好了 一直转身就好了